一連串利空總動員投資人悲觀情緒高漲 從經濟數據與關鍵指標來看 市場最黑暗時期過了嗎 南韓新政府轉向親美反中 以美國為中心的晶片聯盟儼然成型 英特爾與三星合作極升溫 對台積電與台灣半導體業是否會形成威脅 半導體宛如國際政治的核武器 地緣策略成了台灣半導體業的必修客 以往台美結盟勝利方程式下一步該調整了嗎 美中台下半年股市散發濃厚政治味 股市趨勢怎麼看 台股6月季底作帳效應 哪些類股將表態 更多精彩內容都在今天的老謝看世界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在這裡收看老謝看世界 那麼現在的國際情勢 我們大概可以用一句話 機鳴如悔 轟語不悔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在全世界的專家不斷地在示警 而且大家對未來都有非常悲觀的意測 包括馬斯克在講 他說我有醫師非常不安的感覺 那麼他說未來一年未來的特斯拉 將暫停征募人士 那同時他還考慮裁員一成 這個話出來之後 讓特斯拉的股價一次跌9.2% 包括摩根大通 包括高盛 都對未來不斷地在示警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半年的情勢 現在詭譎藍測 但是大家可以特別要注意 進入到下半年之後 中國的20大 美國的其中選舉 台灣有地方選舉 這一些因素所帶來的政治勢 會給下半年帶來更多的變數 好 到上半年為止 我們看到五月份有兩個數據 值得大家參考 第一個是台灣的 現在的五月的出口 我們是達到420.8億 420.8億 大家可以看到在歷史上 台灣是3月最高 435.03 去年最高是415.71 這個是史上第三高 換句話說 當大家對未來充滿了恐懼 未來充滿了惶恐 但是你看類似聯電 它的五月營收再創歷史新高 等於一月到五月 它都創歷史新高 而我們現在的單月的出口 大致上都能夠維持在400以上 那這個情況看起來 今年台灣的出口仍然非常的強勁 第二我們看到中國的五月份的出口 那麼現在也出現不錯的數字 3082.4億美元 它成長16.9 台灣這次成長12.5 中國的成長比台灣來得更大 那看起來中國的封城 現在看起來影響沒有那麼大 這兩個指標我相信應該對未來的 這個兩地的市場看起來 是有一些好的兆頭 那我相信在國際情勢迷茫 這個扑受迷你當中 大家可能要盯住幾個指標 第一個呢 美元指數的變化 也就是說美元這次到105.005 它會不會再繼續穿過這個高點 最近大家看到國際上 日元最近跑到134.46 那日元的這個不斷的在貶值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到 日元的貶值134.55 日元如果再繼續貶 新台幣呢 跌破30機率就相對升高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幾個連動的效果 現在的從美元開始 到日元到新台幣呢 它會產生一個高度連結的效應 第二個指標呢 大家特別注意到 美國的10年債 這次它一度跌到2.745 那現在再度跑到3.01 美國的債券殖利率 如果再繼續往上攀高 那麼對全球來講 它帶來的壓力還會是大的 第三個 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 每天的油價的變化 油價在布蘭特最高到139 那麼這一波最高來到123.28 現在高盛的預測會達到140 如果油價繼續上升 它對通膨所帶來的壓力 還是會居高不下 我們看到CRV的指數呢 現在跑到329.13 這個CRV如果繼續再攀高 這個大家對通膨的餘力 還是會加重 那第五個指標再回頭看 恐慌指數呢 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恐慌指數 大約現在都在25附近 如果再往30多方向再跑 那大致上對全球來講 可能不太有利 好 現在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海股呢大致上我們最低跌到 1萬6千附近 那麼現在開始在彈升 這個彈升未來的走向 大家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回合當中呢 美國的稻窮現在跌破連線之後呢 慢慢再朝著連線再靠近 那麼現在也在緩彈 那當然多空震盪非常激烈 讓大家特別注意了 上陣指數呢 它領先下跌之後呢 它領先回檔 這個領先回檔 也包括最近的阿里巴巴的 這個螞蟻可能會 重新掛牌交易 讓阿里巴巴的股價呢 產生非常強勁的反彈 我們看到在上個禮拜 阿里巴巴的股價一天大漲16%以上 那麼這個造成股價的 強力反回升喔 那我們看到 港股在這個回合當中 最早拉回的市場 現在香港開始也慢慢在 步上一個緩彈的道路 那我們看到中國的股市呢 現在看起來 也慢慢呈現一個 比較樂觀的緩彈的走勢 那這個情況來看呢 我相信這個都是 對未來大家在投資當中啊 可以比較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就當大家非常悲觀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要有另外一個 來做為自己的判斷的指標 好 等一下回來 我特別請教 這個我們黃青勇社長 先要去看呢 在低延政治的高度的對立當中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未來何去何從 等一下回來 聽聽黃社長的說法 大家如果注意到去年台灣跟韓國的出口的半導體 都有60%賣到中國大陸去 因為中國大陸的生產規模很大 對 大家看到這個數字有時候 只看數字的話 你很難理解那個結構 大家知道 台灣去年出口的半導體 是1555億美金 那大陸也出口了1538億美金 那意思是大陸的產業水平跟台灣差不多嗎 其實不是 大陸出口的半導體裡面 有很多是台灣出口 對 反而在大陸運籌 再賣到越南 賣到印度去 因為小米 或者是甚至台灣的鴻海偽創 它在東 在印度的生產基地 有很多用的半導體是台灣出口 在大陸調度 然後又送到印度去 所以它的結構是這樣 只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說 半導體的出口 到最後用到終端市場的時候 38%用到電腦運算的產品 34%用到通信產品 電腦運算產品兩個很大的項目 一個是筆電 一個是伺服器 那這兩個台灣都佔了全世界80% 現在高速運算晶片 對 高速運算晶片 都在這個部分 那通信就是手機跟網通 另外就是有消費電子 電冰箱洗衣機這種 最後我們看到汽車比例會越來越高 然後工業電腦台灣也很強 所以賣到終端市場的部分 台灣是有影響力 但是如果用自己的品牌賣 台灣相對比較小 但我們的工業比較大的規模 是在這一塊 這一塊上面有晶圓代工 有封裝測試 另外當然也有設備材料 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 到底怎麼去衡量 大概有三個不同的角度 第一個是你的製造能力 第二個是你的客戶結構 第三個主要是生態系的問題 這兩天劉德雲董事長講了幾句話 他說去年我們的營收成長24.9% 今年估計大概在30%左右 那這個數字當然表現得很好 那劉德雲董事長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現在擁有結構性的優勢 什麼叫結構性的優勢 表達強烈親中的立場 那隱形業跟三星關係會比尋常 所以我相信三星在未來的供應鏈當中 它的角色一定會有非常巨大的改變 我們就先從這個問題來看 就是說三星如果角色改變 對台灣現有的台積電的整個供應鏈 會帶來什麼影響 全世界的半導體三分之一左右是記憶體 三分之二是非記憶體 韓國只強待記憶體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當我們用手機的時候 手機如果記憶體的價格偏高的時候 供應上就會把記憶體的容量降低 所以它比較容易調節 但是我們如果知道是一般的 譬如說控制的IC Micro IC這些東西 它基本上缺一不可 你少一個就長短料 所以最近的問題是長短料的問題 但記憶體相對比較沒那麼嚴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結構性上面來講 韓國更希望擁有晶圓代工 系統LSI的這種相對的機會 所以台灣比較有優勢 那三星要改變很困難 除了我們所知道的企業結構 因為它的客戶可能跟它有競爭關係 所以它要整個超越台積電是很困難 第二個就是說 台積電真的在遊戲規則上 我們就我剛才講它擁有結構性的優勢 它的生產規模 客戶結構跟生態體系 因為所有的設備廠 沒有人敢得罪 真的去得罪台積電 也沒有必要 那我想這些大概就是我們看到的 我看一下這個三家晶圓代工廠 包括台積電 英特爾跟三星 這個連續五年的資本支出 看起來台積電現在相對是領先的 所以這個看起來也是好事 而且台積電的資本支出 是集中在晶圓代工 對 那三星可能還要分一下 英特爾也要分一下 第二個就是說 客戶的結構 台積電是相對有利的 所以短期間之內 我們如果要評論台積電 不是評論它到底有多厲害 很棒 我們開始要評論一下就是說 台積電如果會被打敗 有幾種可能